经过仅仅6天的建设 位于菲律宾国际会议中心 迄今菲律宾最大方舱医院呼之欲出 这个菲律宾版的方舱医院 以赤橙黄绿蓝紫彩红色分成6个病区 将提供294张病床 医治新冠肺炎患者 当地时间4月14号早晨 中兴社记者随中国原非抗疫医疗专家组 走进PICC方舱医院 见证中非专家交流方舱医院建设和管理经验 该方舱医院建立在原本供展览用的长方形大厅内 每个病区通道两侧是长宽各三米 面积9平方米的数十个隔离病房 每个隔离病房配备标准医用可升降病床 每张床上已放置崭新的护理用床垫 全新整套床单 吊水用铁架 医疗器械电插座与生活插座两组 同时配备一桌衣椅 每个病区顶头设一个护士站 护士站内环四周安装了十组插座 医院给入院病患还提供了生活包 配备了体温剂 洗发水 牙膏 牙刷 香皂 还有一卷卫生纸 当天病区还在做最后的清洁 工人们身着全套防护服装备 正在用消毒水擦拭病床 探讨方舱医院管理时 中国专家希望飞板方舱医院 推广中国三区两通道院杆控制布局经验 有利于保护医护人员 避免交叉感染 菲律宾相关人士介绍 从医护人员值班分配来看 最开始计划三班轮换 中国专家介绍经验说 医护人员三班轮换非常累 所以计划调整为四班岛 每班六小时 据了解 连日来 中国抗疫物资陆续运抵菲律宾 菲律宾卫生部助理部长龙基略表示 非常感谢中国专家组来飞分享中国经验 多位专家都有支援武汉的一线工作经验 这些经验对飞抗击疫情有很大帮助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